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不管是怎么样的知识 大家都在吸收了 当然最终 当然是用轻松的情调 来对待生活中的一切事情 这些视频呢 也是希望大家能够了解我们的所作所为 然后也能够感受到我们这一份轻松和平常 把六四也好 把文革也好 所有这些经历的事情当作一件故事 重重吸取经验 然后从而使我们现在的生活更加民主 自由 平等 当然这些词汇在我的口中说出来 跟大家可能在国内的人朋友理解是不一样的 但是呢 我相信这些情感最终 我们每一个网友都能够体验到 这也是我不断地记录我们这个很现实的这种视频的目的吧 今天说话 你看我说话都是没有准备的 可能就是因为拍这个视频嘛 要跟大家做一些交代 没有什么很专业的地方 希望大家底下留情 谢谢啊 谢谢啊 谢谢啊